新爺爺您好 我叫袁玉萱 今年11歲 家住陝西省咸陽市秦州區 沈陽站 我家土地被強佔十幾年了 分文不給 找政府也為國 女童介紹說 她家原本有門面房 房子也可以出租 可是2010年10月 村裡拆遷 原本5000元一平方的房子 她家二層樓只給800元一平方 四層樓只給400元一平方 她爸媽因為不同意簽字 遭暴力強拆 這段視頻引來不少網友熱議 有網友說 習爺爺一來 你們就有地方住了 精神病院要不看守所 還管犯 中國民主公益人士董廣平說 中國各地強拆強徵層出不窮 想跟共產黨講法治是沒有用的 因為共產黨從來不講法治 你要說這個強拆房子 你的財產都不是你的 你連你的命都不是你自己的 共產黨它現在搞的就是這個土地財政 全靠賣地去掙錢 然後用這個錢去維持它的這個政權 近幾十年來 強徵強拆事件幾乎每天都在中國各地上演 造成數千萬冤名遍及各個階層 但維權訪民都遭到殘酷迫害 以河南老師賈靈敏為例 他家房子被強拆後 他自學法律為其他訪民維權 最後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罪判刑4年 北京倪玉蘭律師家被強拆後 自己維權同時替他人維權 結果被判刑1年 在監獄被毆打致殘 從此雙腿無法行走 據瞭解 全國各地很多房民在豐臺區租房子住 基本都是政府黑名單上的人 每天過著東躲西藏的生活 一旦房東把信息報備給公安機關 租客隨時都會被解放 遣返回原籍 輕則被拘留 重則被判刑入獄 大紀元時報遍布全球 不受財團 政黨影響 真實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國際局勢 兩岸議題 或者想要玉角娛樂 豐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紀元時報 訂報專線 0800-566-688